壮大县域富民产业 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 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提出的重要改革措施之一 通过深加工企业 来提高农产品价值 带着农民参与到产业链当中来 多地都在进行探索 眼下正是新疆加工番茄的采收期 在昌吉三宫镇 番茄种植户与加工企业 签订了合同 按订单种植 营木机就是个8栋左右 树构加根 一栋是500块钱左右 一母机的效益是4000 总共下来可能能卖个400万左右吧 番茄收获的同时 加工企业也开足马力 这家企业日加工番茄5700吨 他们还根据市场需求 推出了小罐番茄酱 创新产品形式 拓宽销售渠道 现在我们生产了大桶酱 有12900吨 小罐酱生产了828吨 主要销售地是在欧洲 小罐酱主要是在国内销售 在贵州遵义沙湾镇 9000亩辣椒进入成熟期 这里也和加工企业形成了合作 企业按照美金1.6元的价格 收购新鲜辣椒 一部分以鲜辣椒直接销售 另一部分制作干辣椒 糟辣椒 辣椒面等不同品种的辣椒制品 沙湾镇按照种植 加工销售品牌 全产业链发展思路 打造年铅 米粮 鞍村 等辣椒专业村 沙湾镇 沙湾镇